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对建设农业强省进行动员部署 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决扛起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重镇 坚持以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为引领 奋力开创全省三农工作新局面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景俊海指出各级当委政府要深刻认识 建设农业强省的重大异议支撑条件 差距不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以人为本依靠农民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系统布局统筹坚固 加快建成供给保障有力 绿色高质高效 产业链条完备 竞争优势明显的现代化大农业 确保到2025年农业强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到2030年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农业强省地位更加稳固 景俊海强调建设农业强省必须明确目标任务 突出工作重点 一要强攻击保障 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为抓手 着力保基本 扩面积 建粮田 兴水利 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二要强产业支撑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 延长产业链条 依托十大产业集群 全力打造万亿级农产品 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大产业 三要强科技创新 瞄准前沿需求 搞好技术研发 下沉基层一线 加强推广应用 进一步提升农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持续塑造农业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四要强体制机制 着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持续激活土地资产资本等要素 以制度创新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 五要强乡村建设 努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水平 打造一区一夜和美乡村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生活 六要强乡村治理 坚持政治为本 自治为基 法治为要 得治为先 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 现代化水平 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 又核心有序 同时要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 推动各类资源 帮扶措施 向促进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聚焦用力 引导脱贫群众 依靠勤劳奋斗 实现增收致富 景俊还强调 要切实加强 党对三农工作领导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 围绕建设农业强省目标 研究具体分工和相关政策措施 千方百计 加大织农投入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 和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 加强基层三农干部培养使用 树劳 严心 细时 优良作风 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 落实 落到位 韩俊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加快农业强省建设步伐 要全面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启动实施粮田建设 严谴地综合利用 水利保障 种业振兴 农业机械化提升等八大工程 确保正常年仅下 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要全力推动街杆变肉 即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上规模 上水平 装好全产业链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肉牛屠宰和精深加工 推进肉牛种业创新 加强两种繁育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一批规模化 标准化肉牛养殖产业园区 扩大育肥养殖规模 支持浩月等重点企业 加快发展 全年肉牛饲养量 发展到770万头 要更大力度 建设十大产业集群 培育引进一批龙头企业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打造极字号农产品品牌 建设国家的粮仓肉库 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要深入实施 乡村旅游十百千万工程 打造一批串点成练的 精品乡村旅游点 加强特色旅游产品开发 叫想吉林最美乡村旅游品牌 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好千村示范 百村提升计划 加快补齐农村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短板 提高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 建设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立足优势开展技术攻关 加快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推广 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要坚持把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线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要创新三农投融资体制 形成财政优先保障 金融重点支持 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进一步促进农业经营增效 强化农民就业增收 完善防止反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要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街杆综合利用 促勤分屋资源化利用 持续改善农村水生态 加快建设林业强省 努力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韩福春主持会议 胡家福 张志军 蔡东 张恩惠 阿东 李伟 李明伟 贺志亮 王子莲 安桂武 中省职有关部门单位和有关国有企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及各市州长白山保固开发区 各县市区负责同志 在各会场参会 今天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对我省坚决扛起 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重任 奋力开创全省三农工作新局面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 要成事而上 接续奋斗 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正月初八就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 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使我在备受鼓舞 倍感振奋 会议对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坚决康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提出了明确目标要求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为国家新一轮千金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贡献更多吉林力量 军委书记强调 港湖图产通平工业成果 是全民提行象征性的底性任务 我们将深入贯出实施会议精神 以产业就业为终于抓住 坚持问题导向 常态化开展 多少检查 将来自不一的通平工业成果 港湖好 图产好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紧紧围绕落实下功夫 让农民能够就地就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吉林特色的 一居一夜 和美乡村 事半村 我们讲结合黎树实际 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在黑土地保护利用 黎树模式推广创新 和新型合作化经营等方面 持续发力 走好联农 带农 富农之路 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合作社一定继续扩大 托管规模 备好粮种 备足化肥 降低成本 科学种田 为乡亲们种好地多大量 共同致富 这次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全新拨花了我省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 吹响了农业强省建设的奋金号角 下一步 我们要牢固塑立大肆无关 大力实施好百万亩彭石建设工程 和集资号品牌跃升工程 扎实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 让吉林的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 到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走访调研 看望慰问干部职工 听取工作意见和建议 朱国贤认真听取工作介绍 与大家亲切交流 实地参观办公场所 文化走廊 仔细了解发展历史 组织建设 活动开展等情况 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希望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夯实 助劳 团结 奋斗的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要求 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找准切入点 结合点 着力点 充分发挥人才密集 联系广泛等独特优势 突出界别特色 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参政议政 实现更大作为 取得更大成绩 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履职能力 激发盖世创业热情 广泛凝聚各方智慧力量 履行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 好同事 责任使命 齐心协力 开创我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省政协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搭建工作平台 为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更好履职 创造良好条件 提供优质服务 吴敬平 刘伟参加调研 今天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全省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解读 新闻发布会 对近期印发的吉林省 高效便利政务环境 公平公正法制环境 利器 汇取市场环境 保障有力要素环境 四个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进行了解读 1月19号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吉林省高效便利政务环境 公平公正法制环境 利器汇取市场环境 保障有力要素环境 四个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其中 省政术局着眼政务环境 在政务服务规范化 便利化 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支撑能力 强化政务服务市中 事后 监管等方面 提出21条具体落实举措 省司法庭着眼法制环境 在构建制度保障体系 形成行政执法体系 优化司法体系 打造服务体系等方面 细化了23项重点任务 省市场监管厅着眼市场环境 在准入准营环境 竞争环境 创新环境 发展环境 信用环境和监管环境等方面 提出38项重点任务 省发展改革委 着眼要素环境 提出100条政策举措 其中 省发展改革委 作为牵头部门 围绕吉林省保障有力要素 环境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在优化土地要素保障方式 稳定电力要素供给 提高劳动力保障水平 拓宽资金供给渠道 增强技术要素保障能力 推进数字化助给赋能 加大减税降费支持力度 完善项目全流程 服务保障机制八个方面 提出统筹保障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实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支持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等100条政策举措 春节刚过 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休假状态 转入工作状态 企业生产开足马力 重点项目陆续开工 以饱满的热情 力争在新一年开好头 起好步 在吉林石化炼油化工 转型升级项目现场 建设者不畏严寒 争分夺秒 加快项目建设 目前项目已进入 第三批基础设计审查阶段 企业一边全力保障 安全平稳生产 一边高效推进转型升级项目 主要装置全部保持 连续平稳优化运行 努力实现现场施工 和基础设计审查 无缝衔接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跑出加速度 让项目增量转化为效益增量 在通话安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瑞特重组人白蛋白生产项目 正争分夺秒 抢抓建设工期 通过投入大量施工人员 加强现场管理 春节不停工等方式 确保项目早日投产大效 项目总投资30亿元 是国家12.5重大新药创制的三重项目 和吉林省重点扶持的双十工程项目 目前已完成制计车间 原液车间 立体库 动力站 变电锁等主体工程施工 上半年我们会完成我们所有系统设备的一个安装工作 包括我们的进化工程和我们的整个所有生产配套设备的一个安装 下半年我们会进入我们正式的那个调试实生产阶段 吉林市阶级落实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携手省会长春 共策科技产业协同 通过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和攻坚行动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 在吉林化仙集团与一汽集团合作研发的碳纤维汽车遗骨架 整流罩 行李箱护板等产品 以取得初步成果 这些产品的卫士对于未来汽车轻量化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一个是纵卡用的板黄 产品已送往仪器内研发部门进行确认 春节后进行样品试制 二是商用车用的碳纤维传动轴 目前联合中行副材正在做仿真设计 四月份进行试制样品 三是纵卡用的新剂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目前产品方案已经确定 仪器轻量化部件所用碳纤维 全部采用吉林化纤 高性能高性价比碳纤维 能够满足仪器集团节能减排所需 作为省内第二大城市 吉林市充分发挥产业基础优势 积极推动吉林市化工碳纤维产业 与长春市汽车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提升两市产业融合度 进一步加强双方在产业项目 人才等领域的对接交流合作 加速构建长级协同发展新格局 2021至2022年 吉林市累计包装对接合作项目43个 总投资432亿元 2022年新增19个 总投资96亿元 2022年10月 吉林市政府与一气解放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探索新农园汽车等方面合作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 吉林市积极推动高新北区 新农园汽车产业园 中德工业园等落位载体 完成厂房施工 同时推动龙池50万套 经济型轿车等零部件项目建设 打造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在电子信息领域 吉林市建设了8英寸功率器件芯片 华耀15亿支先进功率器件 半导体封装基地等重点项目 满足一级集团芯片需求 此外 为拉动农产品加工 及食品产业延伸发展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还与长春浩越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成立浩越肉牛产业学院 严下白鹅产业链条化基地项目 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建成后与长春市在白鹅食品 羽绒深加工等方面开展合作 高铁桥穗宫的工作 就是定期对桥梁支座 香梁 螺栓等装置进行全面体检 保障高铁线路大桥的运营安全 春运期间 工作在沈家高铁白敦段的桥穗工人们 又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阶段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就来感受他们的节日接受 去年9月参加工作的吕亚琪 世卫零零后 今年第一次在岗位上过春节 一大早 他就和师傅高鹏 还有其他两位工友 乘车前往沈家高速 529公里 234米作业地点 对沈家高铁白敦段 解放南高大桥 进行检查 第一次山下春运 作为新兵缺乏现场经验 在工作前 已经向我们工长 请教了检查校长的重点 我对这次作业 还是充满信心的 沈家高铁白敦段 位于沿边朝鲜组自治州 2021年末正式开通 与其他平原地区不同 长白山区气候多变 地形复杂 冬季平均气温 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 上山过河 灯桥尽碎 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 已成为家常便饭 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 10点30分 他们准时到达了 作业大桥的底部 检查一下自己的安全带 由于天气已经比较寒冷 然后一会儿 大家爬蹲台的时候 一定要抓稳扶牢 注意脚下 保证人身安全 吕亚其的师傅高鹏 是位90后 现在是一名工长 叮嘱了身边的工友 注意事项 高鹏率先爬上桥梯 吕亚其紧随其后 第一次登高 感觉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 觉得有点害怕 爬到一半的时候 有点紧张 漆黑狭长的桥梁箱体内 伸手不见五指 检修小队 需要借助头灯 照遍整个箱体 并用肉眼仔细观察 及时发现桥梁内壁 是否出现裂纹掉块 同时利用敲击声 分辨桥蹲混凝土结构 是否密室 由于作业空间狭窄 身高一米八十多的大小伙子 只能这样蹲着 或者趴着 悄悄打打 一整天的时间 检查小队不断重复着 敲击 标记 攀爬 测量的工序 刘亚琪在师傅的带领下 完成了第一次高空作业 第一次钻进高铁香梁 第一次迎战春运 守护设备安全 十年前我和刘亚琪一样 是桥梁工区里面 最年轻的桥梁工 现在我将我这十年 所积累和所学到的东西 慢慢地交给刘亚琪 希望她能好好学 好好地成长 一代代年轻人 扛起这份责任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吉林 1月28号 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新闻 新春万象星实战促发展 报道说 吉林陪着打造高效便利的 政务环境 立即汇集的市场环境 出台30多条政策措施 为企业发展赋能 今天 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新闻 民宿预定增长16倍 接待游客超千万 吉林省推进冰雪经济 快速增长 对春节假期 吉林省冰雪经济 进行全景时报道 新华全媒体 头条刊发综合报道 春节后开工首饰 各地在忙些啥 重点关注了 吉林省召开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项目建设会议的消息 当天新华每日电讯海底 信心满 干劲足 吉林部分工业企业 节后首个工作日 走访季为题 报道了春节假期后的 首个工作日 吉林省主要工业企业 已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企业信心满 工人 干劲足 1月28号 新华网在吉林新观察专栏 刊发新本 吉林开年第一会 释放三大振兴信号 对当天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项目建设大会 召开的消息 进行了报道 今天出版的 人民日报新春走基层专栏 刊发报道 吉林长春长山花园社区 丰富居民生活 社区是个大家庭 1月28号 央视财经频道 经济信息联播栏目 在春节假期消费盘点专栏 播发报道 春节假期消费升温 旅游市场春来到 其中关注了春节假期 到通话旅游滑雪的游客 大幅增多 带动当地假期消费 持续回暖 科学防控从我做起 感染新冠后 部分人在康复期内 出现心泪心慌等不适症状 什么情况下 可能得了心肌炎 来看专家建议 引发心肌炎的原因有很多 被奥米克戎感染后 也的确有一定概率诱发心肌炎 但总的来说 比例没有大家想象的高 据统计 新冠病毒相关心肌炎发病率 约2.4%至4.1% 心率加快是心肌炎的表现之一 但单纯心跳加快 而没有其他症状 很可能只是没有完全康复 心肌炎的表现 还有严重心动过缓 早搏 呼吸困难 发热 胸口痛等 心肌炎也分轻重 除了极少数爆发性心肌炎的情况 多数人 尤其是普通年轻患者 都是轻症 经过简单治疗就能康复 专家提示 检查自己是否得了心肌炎 光做CT是不够的 还需要做心电图 抄写做超敏期钙蛋白 激红蛋白等 才能更准确快速地判断 是否有病毒导致的急性心肌损伤 近日静信师地龙山湖迎来 近白之猛禽驻足觅食 白尾海鸟 虎头海鸟 突旧等稀有猛禽争相亮相 再度吸引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在此聚集 观鸟 赏鸟 拍鸟 静信师地地处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地 每到春秋时节 数十万只迁徙候鸟 都要在这里驻足觅食 补充体力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 今天我省多地降下小雪 今天夜间 松原东北部 长春东北部 吉林大部 通化东南部 白山 沿边 长白山保护区小雪仍将持续 明天白天到夜间 全省多云转晴 白天最高气温零下7到零下2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温零下19到零下13摄氏度 气象部门提醒 受降雪天气影响道路湿滑 城乡居民出行 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昼夜温差明显 应注意防寒保暖 谨防感冒 冰雪旅游旺季 在我省各地 以冰雪为主题的旅游景区景点 人气不断攀升 各地游客在吉林 尽享冰雪的激情和魅力 明天水江湖 去哀求一下 下一次 再来 至今 再来 未经许完 我们下一次 会 再这准备 明天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